国际社会近月来再次提起中国新疆人权课题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一 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届高级别会议时 严正驳斥外界对新疆耸人听闻的恶意说法 更表明中国随时欢迎联合国人权高专访问新疆 新疆地区从来就不存在什么 种族灭绝 强迫劳动和增加压迫 这些从人听闻的说法源于无知和偏见 纯属恶意的政治炒作 与事实完全相反 新疆地区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到访过新疆的各国人士都能实地了解到事实和真相 我们也欢迎联合国人权高专访问新疆 王毅强调人权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 反对有国家以人权问题向他国施压或是干涉他国内政 中国支持世界各国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 加强人权交流与合作 但是坚决反对以双重标准 对他国攻击抹黑做出毫无根据的指控 王毅强调新疆一直都依法保障各族群众